参加工作的同学呢都体会过 面试官经常会问到一个问题 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人力资源呢一般会对应届生提出这个问题的概率呢更高 对于职场老鸟提这个问题的概率呢就会低了不少 尤其是那种求爷爷告奶奶请来的人 都是这个人力资源呢 替对方去做职业规划 比如呢就是一年经理两年总监三年副总五年的两套房 问职业规划的难度啊 对于这个刚毕业的求职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虽然呢可以从网上搜索到标准答案 那基本上是教这个如何骗人的 人力资源现在也知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多不稳定 求职者呢如果敢公开跟招聘方说啊 大爷我就随便干干赚点钱我就换工作 有机会呢就出国啊 估计这个企业呢就不会要这个人 毕竟呢人力资源也是要向上汇报啊 有KPI压力的 你给他一个标准答案就皆大欢喜 我今天可以给一个标准答案的组织方法 具体的内容呢你可以自己来组织 第一呢就是说自己的优势和能力 优势要选具体的 能力呢要说技能 比如说学习能力强可以快速适应 专业技术扎实或者说英语好之类的 千万呢就别吹的没边了 像是能喝酒这种技能在销售和市场中的这个相关职位应聘呢 应该是加分的 在其他的技术类岗位的意义呢就不大 然后呢就稍在手说说缺点 一定是那种听起来呢 非常容易改正的缺点 比如呢不够认真 总结一下就是能够让面试官知道你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认知 然后呢你现在把自己的能力吹得再好 面试官呢也不信 第二呢就是说自己通过这个积累经验之后 希望可以担任管理岗位 让面试官呢知道你希望得到培养 第三呢就是表达自己打算工作的时间会比较长 让面试官觉得这个人呢虽然没有经验 但是他稳定 不至于刚学会呢就跑了 第四就是在整个对话过程中 说话的时候呢不要蹦字 也别让面试官啊能够感觉出来你在背稿子 一定要形成一个轻松欢快的氛围 毕竟这个面试官一天啊面试不少人 有这个不少的奇葩 心里头呢一般也不会特别开心 完成任务的心态会比较明显 以上四点啊就是这个方法 现在方法有了应届生应付面试官呢 估计呢就可以了 要记住啊强调稳定性 也就是靠谱负责任 心态成熟不容易辞职 工作能力呢吹得再高 面试官现在也不信 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转发我的视频 如果有需要我深入浅出讲解 或者想听我个人见解的呢 可以私信给我 我也欢迎各位在视频下留言 我一定会看的 好下期见